现在罗和卡尔谁强 截止到1051话 目前为止的合作过剧情 如果从基础的战力 三色霸气 只是从身体的层面来说 我觉得罗是很难比卡塔库里更强壮的 罗老是一副 做不惊松的样子 要加引号 相比起路飞亚基德这种怪物 尤其罗曾经被 罗宾抱在怀里那个画面 就有点这个 好像受保护的这个感觉 但是罗本身的基础战力 肯定是很强的 但是卡塔库里是一个怪物 我相信卡塔库里是 跟路飞基德一样的怪物 可能潜力没有那两个那么夸张 但是卡塔库里通过 三高德的大战 一系列真男人的强大实力表现 好像应该是没有人会质疑 卡塔库里的这个强大身体素质 跟精神气质的 从身体的层面 可能罗比卡塔库里 貌似不占那么优势 罗的特点是智奖 加上果实能力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其实已经非常夸张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强带的是 卡塔库里也是一个智奖 他也是比较难得的 脑子也够用 而且基本上不会就是 掉链子的一个成员 虽然在蛋糕岛片 好像是他掉链子 但其实他跟路飞的对战 一直是出于上风的 他之所以败给路飞 是因为他自己强行放水 自己捅自己 而且很可能是他看到的 更远的未来 所以才让路飞在蛋糕岛 过了那一关 所以说可能是我对卡塔库里 个人的一些偏爱吧 我觉得从打架的层面 好像卡塔库里更占优势 但是还没有结束 我觉得罗在何诸国展现出的一系列的表现 我之后有一期会专门说一下罗 是非常夸张的 越想越细思极恐 经历了何诸国一战 罗的战力 战斗表现 战斗经验 就跟刷一个非常大的关卡一样 就是蓄猛的往上升 所以说在何诸国片开始之前 我觉得罗是打不过卡塔库里的 但是截止到1051话 到目前为止的后诸国剧情 卡尔跟罗谁更厉害 虽然我很喜欢卡塔库里 但是我会选罗